祝天善神 多半也是归佛的 也都是佛的学生 我们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 大凡天王 涛离天王 常常请祝佛菩萨 到天宫里面去讲经说法 所以我们知道 祝天善神也是佛的学生 我们一定要以佛为老师 随顺佛陀的教诫来修修 这就对了 天道虽好 尽死烦恼没断尽 只可以说 他们的烦恼比我们轻 他们的佛报比我们大 所得的果位 不是究竟的 不是圆满的 我们要找一个老师 要找一个真实智慧 圆满功德的老师就好 那我们以佛为私 这些祝天善神 会不会怪我们呢 不会的 我们要以为 从前我是拜神 现在我归于佛了 不拜神了 这个神一定很生气 一定要找我麻烦了 我们这样想法 错了 殊不知 那个神要是看到你归于佛 于佛为老师 神很高兴 非常欢喜赞叹 你做得很对呀 你没有做错 这些神都变成你的后法了 神比我们聪明 比我们正直 如果这个神 看到你归于佛了 他还找你麻烦 不欢喜 还报复你 这不是真神 那是妖魔鬼怪 妖魔鬼怪 会害人 正神会保佑人 我们以佛为老师 是决定正确 但是对于其他的天神 决定要尊敬 尊重赞叹 普贤菩萨教导我们 礼尊敬 祝福 称赞如来 广秀 供养 我们对于一切天神 归神 尊敬 赞叹 供养 这个一定要有点 对归神 是这个态度 那么我们对于 不同的 族类 不同的 宗教 也应该是 离尽 赞叹 供养 这是普贤心 三 然后 一 三 二 一 一 三 一 二